娱乐圈真是一天比一天热闹,每天都有瓜齿,这不,又有明星被爆出瓜了,判刑13年,被传不雅视频,疑似婚内出轨,一个比一个精彩。 吴亦凡被判刑13年,11月25日最大的瓜妃吴亦凡被判刑莫属,大家等了许久的结果终于宣判了。 据朝阳法院消息,吴亦凡因强奸罪,剧众淫乱罪,被判有期徒刑13年,网友直呼大快人心。 从法院公布的案件通报中可知,吴亦凡在2020年11月至12月期间,车略三名女子醉酒强行与她们发生性关系,一个月内强奸三名女子,令人愤怒。 不仅如此,早在四年前,也就是2018年,吴亦凡曾果同他人组织淫乱活动,法院明确指出,吴亦凡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强奸罪和剧众淫乱罪,恕罪并罚,他将会在监狱度过13年。 此前吴亦凡案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,多位受害者出面举报,但他态度极其嚣张,还放言,如果有这类行为我会自己进监狱,如今也算是一语成衬了。 就在法院宣判结果曝光后,央视官方又通报了吴亦凡偷税漏税一事,他因偷逃税被罚款6亿元,真是什么都敢做,毫无底线。 曾经叱咤娱乐圈的顶流沦为阶下囚,只能说是最有应得,希望娱乐圈明星都能约束自己的行为,绝对不能踩法律的红线。 张佳妮老公买抄疑似出轨,虽然有吴亦凡的大瓜在前,但娱乐圈其他明星也不甘示弱。 11月25日,有狗仔爆料张佳妮老公买抄与神秘美女同回酒店,疑似婚内出轨。 在狗仔曝光的视频中,凌晨2点,一名美女现身买抄居住的酒店楼下,似乎在寻找什么。 单女子穿着白色外套搭配牛仔短裤,一双大长腿十分细襟,她留着一头黑长直,看上去格外清纯,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美女。 没过多久,买抄亲自下楼迎接这位美女,一见面就体贴地帮对方提东西,还搂着女方的腰,看上去十分亲密,似乎关系不浅。 凌晨同回酒店,还搂腰,提东西,直到第二天,女方才从酒店出来,让大家不得不怀疑买抄与这位美女的关系。 此消息曝光后,网友们纷纷吐槽这跟张佳妮完全没法比押,并纷纷猜测起了该美女的身份。 有人巴出于买抄同回酒店的女生,疑似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邵琴琴,前两天刚表演完毕业大戏,不少网友都在评论区留言询问是不是她。 目前买抄和张佳妮还未回应此事,期待一下后续发展。 《三国演义》张飞扮演者去世,娱乐圈频频传出噩耗,《三国演义》中张飞的扮演者李静飞于11月24日深夜因病医治无效去世,享年65岁。 此消息曝光后,网友们纷纷发文悼念,陪伴了无数观众的《三国演义》逐渐落幕了,令人倍感惋惜和遗憾。 其实,李静飞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,早年中风,脑出血,近些年更是成了医院的常客,生前关羽陆树民一直在照顾,帮扶他。 说起来,就在11月初,饰演关羽的陆树民突发心梗不幸去世,享年66岁。 当时就有网友透露李静飞的情况也很不好,没想到,这还没过一个月,李静飞就跟着二哥陆树民的脚步,离开了人世,而刘备孙彦军心中也是万分悲痛,公开发文悼念,愿两位戏骨一路走好。 港姐林玉伟被传不雅视频,林玉伟自从夺得2022年港姐冠军后就一直备受争议,现在亲子关系各种风波让他大受影响,此次网上竟然又传出了他的不雅视频。 据了解,有人在网上售卖一段不雅视频,还称女主角正是港姐林玉伟,引起了极大的争议。 但从视频画面来看,无法确认女方的身份,林玉伟也否认视频的女主角是她自己,她对于自己被抹黑仪式十分淡定。 不过,TVB却非常重视此事,害怕此事会导致林玉伟形象受损,影响到她今后在演艺圈的发展,于是选择了报警处理。 目前,此事还在处理之中,不雅视频对于女明星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,无论如何还是希望警方能够调查清楚,还林玉伟一个公道。 网红白冰豪车被烧毁,意外总是来得那么突然,在网上有着数千万粉丝的网红白冰发文自曝爱车被大火烧毁,十分心痛。 据白冰透露,上海的一家汽车装潢店发生火灾,十几辆价值不菲的豪车被烧毁,初步预算损失超过五千万元。 从对曝光的现场照片来看,原本店里停放了多辆豪车,但火灾发生后,现场成了一片废墟,而白冰新买的豪车正在其中。 据了解,白冰的新车来自德国某汽车品牌,售价超过二百万元,而且他花了不少心思在这辆车上,谁能想到一把火拳给他烧没了。 当买的新车都没开过几次,送去店里保养,结果一去不回了,只是歌声身上都会觉得难过,如今只希望此事能够得到妥善解决。 李明德自曝被拖欠工资,影视寒冬夏,小演员们的日子可不好过了。 11月25日,演员李明德发文指控公司拖欠工资,还晒出了多张聊天记录曝光了自己的金矿。 可能大家都不太认识李明德这个演员,他曾在《亲爱的热爱》的中饰演《97》,在如此可爱的《我们》中饰演谈颂, 长相帅气,很有少年感。 李明德虽然算不上有多火,但在网上也是小有名气,大家印象中演员都拿着天价片酬,没想到他竟然还会被老板拖欠工资。 在李明德和老板的聊天记录中,他称自己前前后后多次被拖欠工资,每次都要推很久才给钱,而且老板甚至还会想一些阴险的招数坑他。 而且此前李明德还晒出了自己的工资,他一年就拍了一部戏,这部戏的片酬是70万元,但是到他手里就剩下21万了,这还是税前的工资。 一年赚21万元,在娱乐圈似乎有些不够看,李明德也质疑公司乱扣费用,一气之下在网上曝光了此事,不知道后续双方会如何解决。 东方音乐榜红毯比美,看了那么多糟心的瓜,还是来看看美女吧。 11月25日,东方音乐榜音乐盛典正式举行,又到了女明星征集斗艳的红毯环节了。 邓紫棋一身白色蕾丝长裙,颇有种中世纪的复古发,像极了古堡里的小公主,清纯动人。 居进一则选择了一条挂薄亮片长裙,大袖好身材,自带纷维感的妆容惊艳全场。 黄灵身穿白色抹胸礼服,腰间的超大蝴蝶接个外袭巾,手上还戴着超大绿色戒指,颇有种灵动鬼马的感觉,真是一如其人。 与其他女明星不同,刘雨昕选择了一套绿色亮片西装,内搭黑色衬衫,帅气十足。 当然,红毯上的美女帅哥还有不少,大家都卯足了尽要咽压全场,吃瓜网友们也有机会一保眼福了。 娱乐圈的精彩程度真是超乎大家的想象,短短一天又有七个瓜, 希望大家吃瓜吃的开心。